他们的特殊专场就是赚钱 嘿大家好 我是Eden那个卖房子的小镇 那这是一个专门介绍南加州房产的频道 如果你是对南加州房产有兴趣 或者是对于 本来南加州有憧憬的话 这个频道订阅下来绝对不会错的 那我有很多客人呢 他们其实是对于移民南加州 移民美国这个topic非常有兴趣 但是我在这个移民这一块呢 完全是个小白 所以在今天要聊了这个 关于投资移民 就是要请来这方面的专家 Ellen Ellen蔡 那Ellen在开始之前 可以跟我的观众大概介绍一下你的背景 还有你在这一行差不多重业多久 大家好我是Ellen 你也可以叫我蔡律师 没有问题可以的可以的 由于蔡律师当天还在感冒 婴儿需要戴口罩来拍摄视频 观众朋友 如果好奇蔡律师的 请看左侧 谢谢合作 我是在这一行大概做到现在 包括实习之类的大概在13 4年左右 我们律师当天除了做移民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业务 像说信托 商法 公司 税法这些东西 都是有的 那我自己本身是负责移民这方面的相关业务 过去其实做的最多的案子 基本上就是EB5 OK L1 EB1C 那L1可能就是大家比较知道的是什么 高管签证啊 这类等等 当然还有杰出人才这类等等 那当然我们今天集中的话题呢 当然就先聊就是所谓的投资移民 投资移民这一块 我可以先稍微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好 在这过去两年 就开始又成为一个非常火的一个话题 为什么是过去两年 EB5不是一直都有的一个东西吗 因为过去两年呢 因为当时推出一个新法的新法案 在3月份2022年的时候 这新法案呢 它做了一些EB5的一些调整跟修改 调整的不只是它的投资金额 可能本来是50万的 可能现在到80万的一个涨幅 是 然后还有一些在法律上的一些调动 那更多 很多比较明显的变化就是 有关于就是名额的分配 这很重要 对很重要 对非常重要 而且应该是大家小伙伴最关心的话题 对对对对 这一块因为它制作也会这么重要 大家都知道来美国 你除了申请不同的移民资格类别之外 你还等排期这一块 对 像一亲的话 我本身就是一亲过来的 那时候我爸妈说 有可能来美国 那是我很小的事情 然后过了10年吧 差不多10几年 说你可以去美国 我都忘记这件事情 对对对 那这个像Ethan的情况就也不是 也不是少数 很多人一等的可能就天荒地老了 等不到就是等不到自己的那个镜头什么时候可以拿到他的那个绿卡 那这个就是因为他在排这个不同的类别的时候 他的排期是不一样的 那投资移民在18年那会儿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状况就是 大量的那个申请基本上都堵住了 特别是中国大陆的这一排 OK 对 那如果说小伙伴是来自于比如说台湾或者其他地方 那当然没有这个问题 OK 没有排期的问题 没有排期的问题 对 那我们现在只要今天聊得可能更集中一点的 那当然就会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一些小伙伴 因为他们毕竟人口比较多 来这边的人数也比较多 所以他们其实在这一块其实是已经基本上就堵住了 在那会儿的时候 所以可能现在光等待的话 就轮到他们比如说17 18年的客户 然后他们拿到绿卡估计还得再等个 差不多快10年左右都有可能 对 就是根据现在的速度来讲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就会去考虑 那这个新法推出之后的这个特殊的EB5项目 刚刚跟大家提到的就是有关于名额分配 那这个分配就把它预留给到这些所谓的特殊项目 所以EB5的话就是像很多人他们不见得说有亲属是有美国身份 可以做遗亲的可以做遗亲 或者是他们不是来这边念书或者是没有一个特殊的专长 他们的特殊专长 他们的特殊专长就是赚钱 就是事业还还蛮有成的 可能到了某一个阶段觉得说想要自己家里的小孩子能来美国接受美国的教育 所以这时候他们就会考虑移民了 那对于这一个群体来说的话 EB5会是一个最直接的这个有美国身份的方式 对对对肯定肯定 那EB5的话像有很多人可能对这个词还不是很理解 可不可以大概让大家了解一下就是投钱投资美国我就可以来吗 还是发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像EB5它基本上分成两个区块 那我们今天可能更集中聊的就是项目这一块 因为资投是另外一种方法 但是资投这个方法一般来讲 你第一你需要投资的金额可能会比较高一些些 大概在105万左右现在的标准 很多人走资投是因为他如果不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移民 他们可能是来自于其他的国家的话 那他们可以考虑用资投的方式去 像台湾 台湾啊 新加坡啊 马来西亚啊 或者是日本啊 这些都是可以考虑资投的方式 就是说你可能在美国你会成立一家公司 然后你会把这家公司 我们英文叫做New Commercial Entity 那就是说你会把这家这个钱投入到这家公司里面去 那这家公司会开始运作 那你可能投了这105万呢 它会用于可能你 比如说日常开销啊 日常管理啊 费用啊 支出啊 那些全部都会有 但你会锁定好你的公司的业务是什么 要不然这个钱就会直接去烧完了嘛 所以资投就是你自己要实打实地去做管理 实打实地去发展这家公司 但是最关键的就是你自己要去创造10个就业率出来 10个 10个就是有10个员工的意思 对10个员工 10个员工对 然后员工不包括外国人 这个要特别强调一下 一定是本地绿卡或者公民 所以说如果请10个H1B是没有用的 对 是对 因为美国政府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他希望你来这边可以 创造他们的这个就业市场 是的 没错 所以是要benefit到这个当地 对 labor market那块 没错 非常正确 对 所以说这是资投的方式 那项目方面来讲就没有这么复杂 对 因为项目方一般来讲它是会分成几个区块 一个是这个项目本身它背后有一个开发商 专门去开发这个项目 对 比如说举个例子 如果他今天建造了一个比如说像物流园 那他就会有一个专门做物流园的开发商 负责开发这个市场 是 另外一种性质就是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一个区域中心 区域中心一般来讲它是算主导项目的一个 我们把它当作像一个管理员的一个概念 那它是负责成立这个新 就是New Commercial Entity 以及这叫Job Creation Entity 所有的项目以及工作就业机会 会发生在这个Job Creation Entity的部分 New Commercial Entity主要它只是集中所有的投资人 包括说像他只投了80万 大家不管是就等于是个股东了 OK 对 那这些钱全部都会集中到 New Commercial Entity 然后把这些钱全部release到这个GCE里面 就是所谓Job Creation Entity 对 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钱直接打入到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会开始运作 对 运作过程当中它会创造就业率出来 OK 对 也就是说你自己不用实打实的去管 你不用去keep track 说你怎么做这个实际就业率会出现 是 它在提前就会帮你直接算好 到底你能不能符合这个是个就业率的部分 了解 也就是说其实某种程度意义上来讲 你的参与度会减少 不用花太多时间去做管理 对 不用还要再去找员工 对 找员工啊 Hire啊 Recruitment 这一块 那项目某种程度意义上来讲的话 就变得很自观重要了 嗯 对 因为这样听起来就像 哎 好像一切都很美好 但是你的钱投进去了 那这个项目如果中途假设垮掉了 或者说钱没了 嗯 或者说这个项目继续不了了 就业率创造不出来了 对 那会对你有什么造成什么影响呢 那当然就是你可能你第一 你之后拿到的这个临时率卡 那转正的时候你是拿不出这个凭证 就没有碰到10个就业率 会失败 有可能会失败 对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风险 需要大家特别关注的地方 所以说在锁定合适的项目 其实就很关键 嗯 在一个方面就是说 我们在判别这个项目本身的时候 我们会往往会看这个项目方是谁 比如说它是不是全美十大地产开发商啊 专门就是打造各式各样的项目 这个我们会去评估 同时就也会看这个区域中心是谁 因为管理员往往很重要 是 因为毕竟它是帮你去找合适的项目 以及去跟不同的项目方去做对接的 了解 如果这个人 这个管理员是完全零经验一个小白 嗯 那就很麻烦了 是 对 因为毕竟他给你找的这个项目 他自己可能都不清楚在做这些事 了解 那就会比较麻烦 这个项目会不会成功 它其实也是很关键的 对对对对 有没有碰过那种我钱拖下去然后就打水漂就没有 完全有完全有 完全有 完全有 为什么会特别找那个老字号 是因为我觉得稳中求胜一直来是我们的一个左右民望 因为我们不希望让客户去冒这个风险 而且我知道所有投资都有风险 但是尽可能能降低它的风险 是 是我们做律师希望可以给客户提供的价值 所以说这一块就是在项目方面我们还是会比较严格把关 它的主要都是由哪些单位啊哪些不同的公司参与进来 然后你刚刚有提到这个最低的投资金额就是我那个年代是50万 对对对对 然后后来是因为通膨啊 对对2022年的时候就发生了一次通膨 OK了解 它就涨了变80万了 现在是变80万 对对 那它整个流程大概是怎么样的 我们今天说OK好我就是一个在国外的老百姓 然后我手上是有这一笔钱我要怎么开始呢 然后它的流程大概是要有多久 第一步就是它有这个80万是很重要的 可是有80万我一般在前期我会做第一个筛选 就是我会问客户两个问题 非常重要的两个问题 第二问题就是你能证明这80万的来源吗 然后他回答我说这就是我的存款啊 那我说那你这个存款是怎么来的啊 你存不可能是莫名的银行就把钱直接存到你的银行吗 是 肯定是有一个来源 那他就讲说是我卖房所得 那我就问他说你房子买了多久啊 他就跟我讲说房子才刚买可能两年 然后之后就卖掉了 只是要是赚那个差价 那我就问他说那如果你是买了房两年 那那是买房的那个钱怎么来的呢 那你就听完的时候好像这个就像敌人节一样 在做 哇这要追到这么细啊 对就会变成这样 就类似这样 问到客户都有点不耐烦了 然后你开始就觉得说 特律师你在查家宅吗 为什么你要问这么细 我说没错 移民局就是在查你家宅 哦这是英局他们那边的 对 所以我其实只是先示范了一次给客户知道 如果说假设你的房产不是十几二十年前买的 那你还可以解释说这个可能对源头 比较难去证明的地方 是什么 移民局一般还是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这个角度 只要你可以提供足够的证据说 它比较大概率事件是来自于合法的资金 你可以保陪到房 是 如果你的房子是近十年十五年买的话 那这个很多时候会遇到的障碍 就是我刚刚说的 嗯 你没有办法证明这个资金来源 那移民局可能就会把你的案子给拒了 对 因为我刚刚说的项目固然很重要 那接下来就是你这个钱怎么来的很重要 嗯 哦所以这个会是很多人要申请EVify 它可能一个一个比较大的阻碍 对很大的阻碍 所以因为这个没有办法去讲清楚 这故事没有办法 对 说得清楚说的这钱到底是怎么来的 没错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第二种情况 第二个问题我也肯定会问的 就是说 请问是你自己申请 还是是你一家子申请 还是说是你帮你小孩申请 嗯 因为在法律上来讲 超过二十一岁或者已婚的 是不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走的 对 嗯 也就是所谓的 他们都变得是属于成人的一个概念 如果他不满二十一岁未婚 那都属于是小孩的 在移民法来讲是小孩的定义 那是可以一家自己做的 对 那这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像有时候可能 譬如说现在这个小伙伴 他有三个孩子 但两个孩子可能已经读大学了 准备二十一岁 要准备到超零了 最终我们就会建议 那你可能最好是找 把这个八十万你赠予给你的孩子 让你的孩子去做这个投资移民 与其你自己做 然后把他们带上 假设他拿到临时绿卡 拿到正式绿卡 然后再转成公民的话 遇到他妈的 再来了解到他这一块之后 这他自身的部分 再就是了解到他自己有没有项目 因为有时候客户自己会自带项目来找我 比如说他在市面上了解到 或者朋友给他推荐 那我就问他说 你有评估过这个项目吗 那我讲说 那你可能需要要更多的信息 毕竟刚刚有跟Edan聊到 你前投了 你不希望打水漂 这是第一个点 再就是说打水漂 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你未来 拿从临时绿卡 转正式绿卡的这个环节 对 所以这两个非常重要的点 所以这是我接下来 会进一步跟客户了解的 如果他没有合适的项目 那我就会给他做一个推荐 然后就有合适的项目 那当然一样 客户可以自己选 他不一定 就是不是说把它决定好 就是要投哪一个 了解 他可以自己选 这几个准备功夫都完成的情况之下 假设他的资金来源 可以证明得把它出来是什么 同时今天项目也锁定好 从申请到现在 有两种方式可以去做 一个就是海外等 一个就是在美国境内转 海外申请 就是基本上等的时间会稍微长一些 因为你前期有需要先审理这个资格 资格批下来以后 虽然现在是没有排期 但因为排期它每个月会更新嘛 到那个时候 你未必还是处于没有排期的状态 可能到那个时候是已经有排期了 那你可能就会卡住 你就会跟其他那些正常项目的 正常ED5项目的小伙伴一样就排在海外了 排不了 有些时候假设客户已经在美国 或者说他有小孩已经在美国 就是作为这个主申请方的话 我会建议考虑直接走 境内转绿卡的方式 好处是什么呢 第一 他可以资格跟转绿卡申请一起提招 那他就可以可能更快的 有顺利的可以拿到他的临时绿卡 因为毕竟他就省去了 在海外等待的这个周期 虽然在前期审理这个资格 可能时间是差不多 但是因为海外申请的人 他是既需要等那个资格 同时就要等海外的那个面签 所以等于是要等的时间等于是double 了解 等于是double 那你在境内转的话 其实你就等的时间就稍微缩短了很多 OK 对 这是一个给很多小伙伴的一个小小的建议 对吧 再来就是说 如果你很不幸的 就是在提交转绿卡申请的过程上 就是等待审核的过程 突然排期倒退 你依旧可以留在美国 等待这个结果出来 同时间你也可以申请公卡 你也可以申请暂时出现许可证 可以让你进出美国 不受到就是限制这一款 所以说这也是给到一些就是小伙伴的一些方式 对 就与其在那个海外在无止境的等待 那你可能在境内你多了几个选项 基本上来这边等比较快 对可以这么理解 对就是速度来讲的话 其实以现在来说的话 在境内转的话可能会快一些 OK 对 好 我们说顺利一点的话 嗯 差不多会多久 最快的我现在知道 拿到零食绿卡是11到13个月 OK 所以在一年多左右 蔡律师 最后一个问题你帮我跟大家澄清一下 因为我有太多客人问我这个问题 嗯 我可以在这边买一个200万的房子 100万的房子 然后就变成有公民吗 啊 我只能说这就是一个 很错误的迷思哦 对 直接买房是做不了投资移民的 也不符合移民资格 对 是的 对 如果可以的话 我的生意应该会比较好上好几倍 对对对 就买一种房子一张绿卡 没错没错 OK 对 好那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蔡律师 Alan来我的节目 那以后呢也是 如果你们有什么移民方面的问题 或者是你有考虑要办 EB5 或者是这个其他美国身份的话 也欢迎联系蔡律师 那蔡律师的联络方式 我会放在下面的资讯栏 欢迎跟他咨询 嗯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 帮我按个赞 那觉得今天影片内容 对你身边认识的人有帮助的话 不要吝啬分享出去 那我们下期见哦 拜拜 谢谢拜拜